这是美国的一所消防队基地 高大且强壮的身躯是队里的标配 可就在这时 一个古兽如财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弯腰驼背 始终低着头朝里走去 明眼人一看都知道他是个瘾君子 而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败类 他要来面试消防员 基地里的队员压根瞧不起他 借口招满人了就要打发他走 他也没底气多说什么 转身就要离开 这时队长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他让男人进里面聊聊 可对方刚一坐下 队长便直戳痛点地说道 故事还要从四个月前说起 麦克本是个无所事事的瘾君子 可这天 他的女友突然怀孕了 这意外的降临 让单亲家庭长大的他想肩负起责任 可女友却早已对他攒足了失望 他宁可靠自己抚养 也不愿成日担心孩子被麦克教坏 无论对方怎样哀求 他都不再理会 在那之后两人也就没再见面 直到孩子出生这天 麦克赶来医院 他苦苦哀求医生让自己看看女儿 经过同意后 他站在门外远远地看着 也就在这一刻 他想承担父亲责任的内心更加坚定 所以他来到了消防队 队长听完后决定给他一次机会 可这仅仅是个开始 因为接下来的训练才是考验 队里的其他人总又快又稳 而男人则是被甩得老远 还不停地呕吐 他好不容易来到了半山腰 可大家都已经开始折返 等队员们回到基地几个小时后 也迟迟不见麦克的身影 队长有些失望地准备进屋时 他却拖着半死不活的身躯走了回来 还不忘举起自己在山顶处拍下的照片 以示证明 队长欣慰地笑了 一旁的副队也好心提醒 可以去买些跌打药品回来用用 到了晚上 麦克来到超市 可他却没有买药 而是买了一堆婴儿用品 然后悄悄放在女友门口后便离开了 高强度的训练让他走路都变得艰难 可想到女儿 再苦他都愿意坚持 然而这天训练时 因为他的一个小错误 害得全队受罚 一旁的队友对他进行了言语攻击 麦克开始一言不发 可直到对方骂起了自己的女友跟女儿 他冲动地将对方按道在地 为了越来越好 他再一次忍了下来 不久后的一天 麦克像往常一样偷偷来送东西 可正准备离开时 女友叫住了他 对他这段时间来的用心表示了感谢 并让他可以抱抱女儿 麦克说自己太脏了不敢抱他 可女友还是将女儿递给了他 看着女儿可爱的脸颊 此时他的内心百感交集 可就当生活迈向正轨时 他的消防员使命才刚刚开始 这是男人的第一次出任务 而面对的 正是眼前这来势汹汹的山火 即使在跟生命赛跑 消防员们也从不畏惧 他们挖出了一条防火线 将线后的可燃物全部清除干净 接着朝防火线前交由点火 让火焰朝远去烧去 等他与烧来的山火汇集时 周围再没可燃物 两者便会都随之消灭 任务完成后众人拍照留念 麦克也渐渐融入了这个集体 可还没来得及煽情 新的任务又下来了 是发生在内达尔山上的一处山火 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火势更加严峻 众人很快来到第一警戒线 他们依旧采用以火攻火的方案 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 一辆晒水飞机因沟通错误 将众人辛苦准备的火给浇灭了 眼看山火逐渐逼近 队长只能做出了最危险的决定 那就是带着众人朝山火继续前行 重新部署防火线 而麦克因腿上有伤 被安排到了远处观察 可就在众人坐着准备时 风向突变 熊熊的大火以极快的速度朝他们烧来 麦克赶忙开始撤退 好在最后被路过的其他队伍就下 而队长一行人则没那么幸运 火势很快烧到了眼前 队长马上做出了反应 命令众人快速清除周围可燃物 流出一片空地 此时救援的直升机恰好经过头顶 可因为滚滚浓烟 加上信号不稳定 导致直接错过了众人 可大火可不会错过他们 眼看即将要被火海吞没 众人纷纷拿出了防火部 而队长也指挥起了部署 可他们其实都知道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大火 防火部也毫无作用 高达500度的火焰在顶部燃烧 队长形容这种痛苦 就好比有一百列火车 从你头顶开过 另一边的麦克紧握手里的对讲机 他渴望能再收到一点声音 渴望是因为信号不好才没得到回应 但这样的气不成声 对于几天后的他来说 却只是个开始 一头燃烧的棕熊嘶吼着跑出森林 这是我见过最壮观 却又最悲伤的景象 大火过后的森林满地窗移 等救援队找到他们时 却只剩防火部下的19具尸体 而唯一幸存的麦克收到消息后 瞬间崩溃了 牺牲者的家人们更是无法接受 队长的妻子直接跪倒在地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嘶吼 亲属们纷纷被安排来到体育馆 准备迎接最坏的情况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唯一的幸存者是谁 只是都默默地祈祷着 门背后走出来的 能是自己的老公 儿子 父亲 另一边 麦克正赶往体育场 所有人都劝他不要去 可他却仍然坚持 哪怕会给家属们带来二次打击 他也要让这些人希望破灭 因为人只有在真正绝望过后 才会有重新站起的可能 他来到体育馆门口 巷里迈出的每一步都无比沉重 但却又十分坚定 他出现的这一刻 没有人责备他 但无数双失落的眼神 却更像对他的一种处刑 他又何尝不希望自己也英勇殉职 或者没有牺牲的是其他任何人 来到体育馆外 他再也走不动了 队长的妻子追了上来 许多年后 迈克带着长大的女儿 来到他们曾保护过的一棵古树 缅环失去的19位战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根据美国的格拉尼特山高手 消防队英雄事迹改编 他们当年在铺就一场最大的山火石 几乎全部殉职 而队里的平均年龄却只有27岁 在大自然的灾害面前 人类显得是那么渺小 可却总有那么一群逆行者 愿为我们去负重前行 所以在你的心里 哪个职业是最伟大的